上次分享了专业投资者是如何选购房产的 很多朋友PM问我 那有没有些什么房产是不能够买的 或需要注意的吗 还真是有的 如果你购房的目的是自住 注意至十点 第一 高压电塔 很多人说高压电塔旁的房产不要买 是辐射危险区 那住多远才算安全呢 200-300千W以上的高压电塔 最好离开20米 500千以上离开30米 详细资料上网都能找得到 我自己买过辐射监测器 比起高压电塔 如果把Wi-Fi放在你的房间 辐射指数更吓人 二 自然黑区 曾经有个朋友要卖物 我问他原因时 他说住了两年 被偷窃过两次 最后一次甚至是进屋打枪 购物前 先问问附近的居民 或选择有保安的房产 三 高速公路 有住过高速公路 或高架天桥旁的朋友 就体会过那种噪音和灰尘 尤其是大卡车经过时 连你玻璃窗都会震动 四 化工厂 选择化工厂旁的房产 要注意附近的环境污染 或者有没有难闻的气味 五 凶灾 通常非一般死亡 我们才叫凶灾 我有见过不介意的客户 主要是价钱够便宜 如果非常在意买到凶宅 看物时 记得先向邻居打听情况 六 坟墓或坟化厂 坟墓地分小型和大型 一般小型的坟墓地 只要选择高楼层 你就看不见了 而一片山的大型坟墓地 无论高低层 你都会看得见 尽量避免购买 坟化厂经常有兵移车的进出 有些还会有火化的气味 如果非常在意 尽量避免居住附近 七 淹水区 低洼地区或排水不好的区域 每逢雨季就会寄水或发生水灾 如果你在看物时 觉得区域太低 就在雨天时 先去看看有没有寄水的情况 八 山坡 住在山顶上 环境清净 空气清新 可要留意这区域 之前有没有发生过土崩 只要有发生过严重的土崩 一般银行都会列入黑名单 甚至不批准贷款 九 烂尾楼 有些项目是烂尾楼重建 必须询问清楚里面的设备和配件 是不是重新安装的 要不然住得进去 会发现一系列的维修问题 十 筆记 如门牌号码或楼层 有些人不喜欢四 十四 二十四这一些数字 方向 你筆记的方向 可能因为风水或吸血 风景 面对着工厂或另一栋楼层太靠近 缺乏适应 还有山残路口 面对山壁 电灯柱等 虽然有些人说自住不介意 说不上哪一天你做事不如一时 就会怀疑是不是他们对你造成的影响 以上是自住购买房产时需要注意的十点 你一定也想知道 以投资为目的的房产 有什么是不能购买的 答案是 没有 你必须知道你投资的目的是想转售 想出租还是想保值 所有房产的缺点都会成为你和物主谈判的筹码 没有不能买的房产 只有不能买的价格 关注亨利聊房产 让你轻松掌握房产密集